我们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今天的这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讲到了电影《鹿顶记》 当中韦小宝有个绝技看过的人都会有印象 也就是所谓的抓奶龙爪手 但是您知道吗 现在国会还有立委说他会使用抠奶龙爪手 而他是民进党立委赖昆成 在脸书上分享的这一段这个影片 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 好 整个新闻状况我们连信给记者何赵伟告诉大家 赵伟 好 主播民进党立委赖昆成呢 昨天在个人脸书上面分享了一段花莲型的影片 这个影片标题是到花莲做选民服务的项目 但是这个影片内容却让许多网友感到不太舒服 因为一开头只看到这个赖昆成和一名46岁的张姓男子 两人在喝酒同欢 喝了满脸通红之后呢 这个赖昆成就低头专注用手指去抠弄这个张姓男子的胸部 而这名张姓男子则是含情默默地摆出这个娇羞的姿态 并且呢这个还用手去抚摸赖昆成的头 而赖昆成呢还那个说了一些性暗示的话语 这段影片呢是这个在场聚餐的网友来上传的 赖昆成呢他在转贴到自己的脸书上面 随即呢就吸引了十几名的网友来按赞 但是有网友看了觉得好笑 可是有网友觉得不太舒服 而这个负责民进党花莲辅选的立委萧美琴呢 他也看到这个影片 他说呢叫这个赖昆成当初呢是不要上传这段影片 他就是不听话 而这个赖昆成他也解释说 当时是喝完啤酒呢 是用轻松活泼的方式来互动 算是一种选民服务 而且影片很好笑也很亲切 希望大家轻松以对 但是呢他以后会注意这个脸书po文的尺度 之后呢下午赖昆成就把这个影片连结给移除掉了 而刚才一起喝酒的张姓男子呢 事实上跟他是老朋友了 要他到家里面来烤肉同欢了 两个人喝了酒之后玩开了 当时老婆也在场 他觉得没有这么严重 也没有认为自己被这个赖昆成有吃豆腐的感觉 但是赖昆成这个动作呢 看在蓝绿丽维的眼中都觉得不以为然 邱毅说了他和基层民众也是互动亲密 但是他就是不会做这样的选民服务 认为他是做过头了 而黄鼠英也说呢 这种敏感性暗示的意味着连行 不应该是po到网络上面 这样是不良的示范 以上掌握了最新状况 转发 谢谢大家